今天来自韩国的重大新闻 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反映2021年未来人口预测的世界和韩国人口状况与展望 预计65岁以上人口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将从今年的17.5%飙升至2070年的46.4% 这是全球接受调查的236个国家中的最高水平 老年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今年的9.8%提高10.3个百分点到2070年达到20.1% 大约50年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将超过65岁,但在韩国,大约一半将超过65岁 韩国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在下降 世界人口将从2022年的79.7亿增加到2070年的103亿 另一方面,韩国人口将从5200万减少到3800万 朝鲜的总人口也将从7800万减少到6100万 朝鲜人口也将从2022年的2600万减少到2400万 因此,韩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2022年的0.6%下降到2070年的0.4% 当两个韩国合并时,将从1%下降到0.6% 韩元对美元汇率5日时隔13年零5个月首次突破1370韩元 引发对可能升至1400韩元的担忧 专家们也开始开辟1400韩元区间的可能性 这与专家们在今年下半年的预期不同 该区间为1300韩元中短 在首尔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汇率收于1371.4韩元 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涨8.8韩元 开盘后1365韩元,上涨2.4韩元 当天汇率攀升至1375韩元 这是自金融危机期间2009年4月1日中午高点1392韩元以来13年零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突破2日创下的1363韩元的盘中高点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创下高点 这也是自2009年4月1日收盘价1379.5韩元以来的最高点 由于突破了1300韩元的市场心理阻力位 专家们预计该汇率的上限直到最近都在1350韩元的中间区间 因美联储系统收紧立场而升至顶部的专家预测 一旦通胀峰值得到确认,它可能会再次下跌 然而,随着外部条件的迅速变化 专家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在美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言论后 人们担心利率将继续上升 并且随着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天然气而引发能源危机 在中国,由于主要城市因冠状病毒而关闭 美元走强 由于出现了这些意想不到的变量 专家们很难预测汇率 但是,我们认为汇率的上限在下半年很有可能达到1400韩元 随着美元持续走强 韩国外汇储备在一个月内减少了约22亿美元 在上个月增加了3亿美元之后 它在一个月内首次恢复了下降 据韩国央行5日消息,截至上月底 外汇储备为4364.3亿美元 它比上个月减少了21.8亿美元 自3月以来连续4个月减少的外汇储备 7月增加3亿美元,略有回升 但在一个月内有所下降 韩国央行一位官员表示 尽管上个月外币资产管理收入和金融机构外币存款有所增加 但美元升值了约2.3% 衡量美元对六大主要国家价值的美元指数在过去一个月上涨了2.3% 在此期间,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分别波动了欧元-1.7,英镑-4.2,日元-3.2和澳元-2.0 按资产分,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等证券比一个月前增加了30.9亿美元 与存款类似的存款减少了53亿美元至179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增加了7000万美元,达到144.6亿美元 IMF头寸及IMF成员国通过支付投资、贷款等方式获得的IMF相关债券减少7000万美元至43.3亿美元 黄金在购买时表示,为反映市场价格为47.9亿美元与上月持平 截至上月,韩国的外汇储备为4386亿美元,居世界第九位 中国的份额最大,为3.1万亿美元 日本以1.323万亿美元紧随其后 瑞士以9598亿美元紧随其后 俄罗斯以5769亿美元紧随其后 印度以5743亿美元紧随其后 台湾以5478亿美元紧随其后 沙特阿拉伯以4632亿美元紧随其后 香港以4418亿美元紧随其后 据悉,政府正在考虑解除对市值超过15亿韩元的房屋的抵押贷款禁令 据相关部委4日消息 企划财政部、金融服务委员会、国土交通部 将于本月底左右召开房地产相关部长级会议 讨论房地产市场正常化计划 据悉,将讨论解除超过15亿韩元的住房贷款禁令 并计划解除对监管区域的额外限制 他们似乎正在考虑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硬着陆 因为在最近的加息和交易悬崖下 房价正在严重下跌 不过,政府在同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市场情况和住房供求状况 推动房地产体系有序正常化 但关于取消贷款监管超过15亿韩元的房屋 正在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 或者他说没有决定 文在寅政府在2019年的房地产措施中 引入了超过15亿韩元的住房贷款禁令 自金融部门向投机区和过热投机区的市值 超过15亿韩元的房屋贷款禁令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已向宪法法院提起侵犯财产权的诉讼 新政府也认识到,贷款监管是过度限制住房最终用户便利性的监管 但据了解,由于贷款限额可能会被取消 超过1869万亿韩元的家庭债务可能会再次受到刺激 因此正在权衡具体的实施期限 此外,它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因为它只会让拥有昂贵公寓的人受益 5日上午,国防部长李中谢会见了 由众议院军事和外交委员会成员组成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 就重大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李中谢部长在国防部MND表示 众议院最近通过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 包括了驻韩美军的重要性和美方对韩扩大威慑承诺的落实 是对韩方的大力支持意义重大 防卫大臣李中谢也表示 我要求美国国会提供支持以便在韩美防物磋商过程中 切实处理扩大威慑的承诺,例如扩展威慑战略协商小组计划于本月中旬举行 国防授权法案,是一项法案,规定了美国政府的国防政策 并据此设定了2023年的国防预算 扩展威慑是指当美国盟友遭受或曝露于核攻击时 提供援助以应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 对于上个月举行的今年下半年举行的UFS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 李部长评价说,韩美联合部队加强了准备姿态 果断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挑衅 对此,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示 美韩同盟在美国国会的两党支持非常强烈 我们将支持美韩同盟发展成为全球全面战略联盟 对于UFS,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表示 他为韩美军事同盟准备了新的转折点 代表团特别评价韩美联合部队的作战能力 进一步加强练习期间的户外联合演习 双方同意在将韩美同盟发展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过程中继续合作 同时一致认为,除了政府加强同盟的努力外 国会的作用也很重要 韩国和日本的防卫副部长在大约6年内首次举行双边会谈 两国防务当局因所谓巡逻机冲突而陷入困境的局面 能否得到解决,值得关注 据防卫省5日消息 防卫省妇相身犯者计划7日与日本副部长及防卫顾问 刚亚美举行会谈,讨论国防问题 上一次韩日防常坐在双边会谈桌上是在2016年 特别是,本次峰会有望解决韩国船只雷达调查的争议 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在独岛东北约100公里处低空飞行 威胁韩国海军舰艇 2018年 此外,韩日军事信息保护协议 JSOMIA的正常化以及日本对韩国军方的邀请 也有望被提上谈判桌 预计双方将重点研究获取解决冲突意见的可能性 以及研究恢复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而不是在本次会议上得出结论 与此同时 尹习列政府正努力恢复韩日、韩美之间的安全合作 以应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 以及自建国以来该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5月就职典礼 日本也希望JSOMIA正常化 以应对来自朝鲜和其他国家的导弹威胁 以便顺利分享韩国对朝鲜的监视信息 为此次峰会提供机会的首尔安全对话是由大韩民国领导的副部及多边安全协商机构 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举行 民主党已根据公职人员选举法 对尹习列总统提出虚假信息控诉 并正式提拔金剑西特别检察官 人民政权表示政府正在迅速冻结 因为它被定义为接近集体疯狂的政治攻势 并宣布了反击 人民政权发言人梁锦西5日在国会交流中心举行的简报会上说 无论多么害怕查明真相和迫切需要保护理在明议员 法律都是有的 在韩国必须遵守 并且必须涵盖最低限度的道德和善良 人民力量认为 民主党对应总统的指控和推动金剑西特别检察官法 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对党领袖李在明的不当行为和相关调查的指控 根据宪法 现任总统在任职期间没有受到刑事起诉 但除了内战或外汇犯罪外 他仍追究这一指控 因为除了政治上的意外之外别无他法 同一天 楼层负责人权陈东在脸书上发文称 李在明会长正试图通过不分青红皂白的指控 来消除各种刑事指控 他指出 我将接受金剑西的特别起诉法的言论 证明了这一指控被用作讨价还价的手段 对围绕前党领袖李俊席的内部红旗持不同意见的人民力量 立法者也对党领袖李在明提出了批评意见 除了批评党领袖李在明之外 中层议员也对民主党表现出苦涩的情绪 人民政权批评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堕落为私人律师事务所 以捍卫党领袖李在明的腐败 事实上 民主党大会提供了对党领袖拒绝检方传唤负责的理由 这是因为立法者和立法者等党的关键成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党领袖的法律斗争 权说李在明总统滥用政治暴富的框架拒绝他的犯罪使命并重返政治 而在总统选举落败两个月后他参加了补选成为了党的领袖 党的领导人李在明是政治暴富框架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民主党的政治行动取决于党领袖李在明的调查时间表 他说党是李在明为李在明创建的 并说我为自己选择了私人神社的道路并问他们有什么资格为破坏民主和违反宪法秩序 人民政权代表影像炫说 企图将李在明的司法风险推到与对金大中总统进行政治暴富桶等程度的行为是对他和民主化运动的侮辱 他指出他是当他有受到惩罚的危险时利用党作为特权的盾牌 李在明总统敦促我们不要进一步破坏金大中和鲁武炫的精神 而是要自信的遵循司法程序 人民力量议员赵海正表示 考虑到正统在野党的未来 民主党带上名为李在明的定时炸弹是不幸的 他指出这将导致连锁爆炸 直到五日国民议会紧急会议结束后 民主党第一层领导人朴宏跟立即与记者会面 并表示在公众对夫人的怀疑表示他会这样做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特别起诉 首先是根据特别检察官任命法 及所谓的常任特别检察官法提拔特别检察官 二是单独制定特别检察官任命特别法 开展特别检察官工作 如果本案也通过单独的特别起诉法 预计第一夫人的真实姓名和指控将按照先例纳入法案 上个月22日民主党议员金永明也提出了特别检察官法 以调查尹席列总统的配偶金剑西的骨架操纵和虚假事业的真相 民主党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 如果你看过去的特别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不一定会成功 他担心他会达到公事的尽头 目前尚不清楚民主党当天在众议院紧急会议上决定提拔的 特别检察官金剑西是常设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下的特别检察官 还是单独的特别法 事实上据报道 在当天的民主党紧急会议上 只做出了提拔特别检察官金剑西的决议 但并未讨论如何进行特别检察官的具体方法 当天紧急会议准备讨论对6日被要求出席的党领导人李在明的传唤的回应 并收集立法者的共识 也有观察称目前还没有为任何人准备具体的方法 因为在将第一夫人金剑西赶出指责的过程中讨论了特别起诉推进 一位政治官员说 从检方传唤党领袖李在明开始 无法充分预测民主党会带出第一夫人金剑西进行反击 据预测喊叫声人再继续 方向阶段讨论还没有进入具体方法阶段 在韩国最大的填海的新万金地区除了董事会特别审计的韩国农村社区公司的新万金项目之外 还开展了一个大型太阳能项目审计和检查 然而居民之间的摩擦和选择经营者的过程等大大小小的争议仍在继续 前总统文在寅在2018年访问新万金期间宣布将把新万金打造成韩国可在生能源中心 从而大力推进新万金地区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农村公社在2020年6月公布新万金阳光共享事业计划时 将全罗北道群山市新万金区农业生活用地地区选为对象地区 进行了商业竞争程序 然而由于程序在没有征求当地政府或当地居民意见的情况下进行 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 当时群山市向产业通商资源部和农村公社通报了 安装太阳能发电会给附近的农民和渔民造成损害的担忧 由于有迹象表明当地的反弹会蔓延 农村社区公司将其经营方式改为居民参与投资项目 将发电项目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当地居民 与农村公社推进的新万金项目不同的是 新万金地区的装机容量为2100兆瓦的大型太阳能发电项目 由产业通商资源部新万金开发厅共同推进 全罗北道 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宣布将需要525万个400瓦太阳能组建 和约30万个十平方米的漂浮物来漂浮发电设施 然而去年12月审计委员会的审计过程中透露 负责设计的现代环球是一家不合格的公司 没有任何与太阳能发电设施设计相关的许可证 在推动价值4.6万亿韩元的大型项目的同时 设计工作是通过与不合格公司的私人合同而非公开招标进行的 将发电设施产生的电力输送到陆地上的大城市的 输便电设施承包商的选择进行了5次招标 但直到今年5月才有可能选择承包商 问题在于实际上主导新万金太阳能发电项目的韩国水利核电 最近被政府列为金融风险机构 因此业务重组是不可避免的 也有观察认为 尚不清楚韩国水电核电是否会继续领导新万金太阳能发电项目 随着候鸟抵达新万金地区 由于鸟粪造成的太阳能设施管理问题也浮出水面 海鸥和卢磁的粪便落在已经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上进行研究 引发了人们对电池板腐蚀导致发电效率恶化的担忧 尽管政府正在审查房只接触鸟类的措施 例如超声波 但有人指出 在促进生态友好型发展的同时 人工驱鸟是不合适的 在韩国Netflix连续剧《由于游戏》 中饰演智英的女演员李又美 获得了美国广播业最高奖项爱美奖的嘉宾奖 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在推特上宣布 于当地时间4日在微软剧院举行的第74届年度创意艺术 黄金时段爱美奖颁奖典礼上入选 嘉宾奖授予在戏剧的美艺集中扮演主角的演员 李又美是演剧有强烈悲观倾向的角色智英 此前曾获提名 《由于游戏》在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主题曲 最佳摄影 剪辑 制作设计 特技表演 视觉效果和嘉宾奖等7个类别的提名 今年第二季度 台湾华硕超越LG电子 占据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第二的位置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近日公布的 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调查结果 华硕以22.7%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LG电子仅以16.2%跌至第三位 三星电子以33.7%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仅随其后的是苹果和联想 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 去年一季度 华硕在商用笔记本市场超越三星和LG占据第一 二季度整体市场排名第二 表现不俗 业内人士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 远程办公增加 对性价比好的华硕笔记本电脑的需求增加 主要是线上 今年年初还有效赢得了公共项目订单 瞄准了在线教育市场 例如与庆上南道厅签订了 迄今为止最大的三台教育智能终端供应合同 共计28万台 教育之中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订阅并设置闹钟 请订阅并设置门